何导演高兮兮以及王雪冰唐燕 一起刘依菲亮相发布会 为陆水红颜造 使她拉上戏里的闺蜜唐燕 来个亲密三连拍 两位女主演茫茫的电影故事 却有些残忍 影片中女主角行路 在爱情和金钱当中 错乱迷失纠结沉沦 谈及拍戏幕后 刘依菲打趣道 做一个花瓶 这次我是轻松上阵 刘依菲在电影里扮演的行路 拥有摄人心魄的美丽 导演对她的外形满意气了 外形条件来说 依菲是当之无愧 因为她一开始 可能觉得我是花瓶嘛 对吧 对啊 她可能也没 对我没什么期待 所以我也比较轻松 文婷此言导演赶紧声明 我可没把刘依菲当花瓶 这都是她自己说的 别人羡慕刘依菲漂亮 赛果神仙姐姐 她本人却不这么想 于是才有了电影里 浓装中我的红尘女子 我一直就没有 什么女神包袱 偶像包袱 我觉得我没这个实力 那我就打拼一下 走实力派入线 虽然现在还比较遥远 但是会努力的 刘依菲轻松上阵 拍起戏来 却很不轻松 就要拜导演所赐 江湖上有一句话 叫导演不狠 地位不稳 导演舍得下手 刘依菲舍得受罪 淋于落水高空下坠 各种镜头毫不含糊 要说有什么实在难以忍受的 那就是大量哭泣 刘依菲在电影里吃了那么多苦 都是两个男人给闹的 来自韩国的RUN 还有来自中国的王杰斌 算上他们俩留下来 刘玉菲还跟不少当务男星合作过 从陈坤到黄角明 从邓昭到黎明昊 既有实力派演员又有偶像派男神 而刘玉菲最终于打一位呢 她说我 她说是我 两人年龄相差16岁 原来刘玉菲喜欢忘年恋样 小编大跌眼睛之际 刘玉菲继续指出 我不是恋爱大叔 而是欣赏大叔的质感 她特别有男人味 而且坏坏的感觉 但是她人又是 王岐平先生感觉 她人又是特别好一个人 老师应该其实也没有在 不会的 我会一直就是最真心的 谢谢 王岐平在片中 饰演刘玉菲的前男友 后来又想跟她重修旧好 而不认败演的画家 也让她乱一割舍 最终女主角到底跟谁在一起了 张亮颖及时出现 先生一曲优美的主题曲 带领大家展开想想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